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黑神话 悟空四妹DLC剧情大反转 杨琪回应 贺仙人后续剧情问题 引发无数网友猜想 黑神话悟空大反转 贺仙人竟是友军 营救老婆四妹吻了 杨琪亲自一露DLC剧情 各位黑神话的大佬们好呀 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DLC剧情 杨琪也是亲自透露了一些信息 在粉丝问到那只鹤怎么处理时 杨琪直接回应一宝动物 施主何为 这里的意思就很明显了 却专门强调是一宝动物 让你别打 代表在剧情里有不能打的理由 大概率是有方了 还提醒你下辈子来就只能取经单 救人得赶紧 后面通关画卷有描写 放大看图到贺仙人的时候 老猴子会说 当时打白眼魔君悟空 不只请了毗兰婆菩萨 取经时大胜找贺仙人搬过救兵 既然贺仙人是有帮悟空的 那说明和猴哥关系也不错 所以我是相信这里贺仙人 应该是在帮天命人的 可能DLC会是他引导天命人 上天什么的 有可能贺仙人名理说要练丹 实则暗中保护起来 毕竟天上地下时间概念不一样 天上一天地上一年 变相应拓时间 带到天上好好练成经单 意思就是练单的这段时间 我替你护着 等有本事上天了 再来接走 也有玩家觉得不带走 也活得好好的 只是吃个福而已 其实不然 人代表寓地监查此地 你如果想跑路 贺仙人不管 肯定说不过去的 要是万一若王林关手里 就直接当场打杀了 所以收下带回去练单 是最好的选择 大家也别太计较 贺仙人究竟是不是老君了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保护四妹占天命人这边的 不然也不会阻止 王林关下杀手 还明理暗里地给天命人 透露信息 对于救四妹 我是一刻也等不了了 快进到剧情 停停停 你就泼猴 这都第几次了 还是这般无理 差点又把尊上的炉子 打翻了也罢 这葫芦你且拿去 上次跟你说的金丹 还没开始练了 获得道具 纸巾葫芦 另外 大家比较期待的 黑神话悟空周边 黑神话设定集 也正在考虑制作中 玩家们 也是给出了很多好方案 例如官方可以发售盲盒 那么多人气角色 例如大头 虎先锋 黄蜂大圣 黄梅 平平思妹等等 随随便便就能列出 接近20来个人气角色 设定集的话 就放全怪物设定集 加隐神图 加张杰末尾原画 总之 我第一次这么希望一个游戏 能圈点烂钱 看到好多周边 贼心动 但都是没授权的 实在不想支持盗版 大家觉得呢 19号黑神话 发布了最新补丁更新 目前ipex版 已经完成更新 其他版本陆陆续续也会进行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